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联合利监2024A这场军事演习最新的一些消息 来自美国的众议院,美国的两党的这些议员 针对这场军事演习都发表了这个看法 这个新闻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 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些议员呢 他针对这场军演发表的看法,态度完全不一样 但是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他的初心都是啊,想要借着台湾跟中国大陆进行对抗 都是想要保台湾啊,对抗大陆这样的一个初心 可是讲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其实啊,从美国这两党的议员的这个态度 大家就可以看到,无论是美国还是台湾 在这个军演面前,他表现的好尴尬呀 那为什么尴尬呢?尴尬的地方又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尴尬就特别像最近啊,这两天 然后啊,这个台湾岛内啊 有一些特别神奇的一些舆论针对这场军演呢 昨天也跟大家聊了一部分啊,包含什么 台湾人无感,台湾的股市创新高啊 对不对?啊,你解放军来军演 我股市咔咔咔的涨 哎呀,就这种论调,为什么跟大家讲特别神奇 这种论调,为什么跟美国这两党的议员 他表现的这种尴尬,他很类似呢 啊,首先跟大家讲上一句啊 台湾人无感,无感就对了 为什么我这样去讲呢?哎,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一下,今天不仅要跟大家聊 来自于美国众议院的这个新闻 今天还得跟大家聊聊,包含啊 因为这场军演而起的啊 台湾的这些艺人,然后纷纷的表态 我是中国人,我想要统一啊 引发台湾岛内部的一些争议 台湾岛内部的有一些政客啊 啊,职责,这些台湾的艺人是被迫啊 这个发表了啊,一些自己的一个看法 都是被逼的,都是被迫的啊 你大陆太坏了,你老逼人 不过呢,然后的话 这些新闻,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什么点 其实跟刚才跟大家聊的美国众议院 那个新闻一样,都是尴尬 都特别的尴尬 为何就是说,这一场军事演习 让台湾岛,台湾岛的内部 美国人都那么的尴尬呢 其实啊,大家看深入进去 大家就会发现 这个世界滚滚向前的这个潮流 到底是什么 你跟这个潮流,跟这个趋势 你顶着来 对不对,你不尴尬,谁尴尬 你怎么做都是错的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啊,台湾人无感 对不对 啊,解放军军演 台湾人无感 无感就对了 为什么对了 咱们先看啊 众议院的啊 这些议员,美国众议院的这些议员所表的态啊 先看标题就非常的有意思啊 就是说啊 这个解放军 还台湾的军演啊 美国众议院 这个中共问题委员会 两党的领袖啊 就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党领袖啊 让中共公然恐吓台湾 完全不可接受 哦,恐吓台湾了 不是台湾无感吗 你说这个标题 你能感觉到尴尬 不是说台湾人无感 解放军军演 台湾股市创新高 不是这样吗 怎么就变成恐吓台湾了 有那么可怕 不可怕 我自己的军队 我们国家自己的军队 在自己的内海 搞那么一场军事演习非常正常 对不对 军事演习 演习演习嘛 对不对 训练训练嘛 谁家的军队不训练 对 你美国的军队不训练吗 我自己的军队训练训练 你奈我何 对不对 我就训练而已啊 有什么可怕的 怎么就是恐吓台湾了呢 对不对 台湾人无感 台湾自己都说了 有你美国什么事啊 对不对 这个新闻非常有意思啊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啊 你看人家说了 美国的这两党的议员 不接受 对不对 恐吓台湾 我们不接受 不接受 然后呢 你美国能做出什么样的动作 跟解放军对抗 跟中国大陆对抗 把中国大陆打回去 对不对 有什么动作呢 讲两条 对不对 这个 这个确实有点困难呢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新闻 我找了找去啊 就是美国的这两党的议员 给你讲了一大堆的鸟话 真的讲一大堆鸟话 绕了绕去 你总得说出个一二三四 如何对抗 我找了半天 找不着 真的是找不着 然后比如说 他讲到什么呢 讲到啊 这个美国啊 这个要强化美国 采取具体措施 啊 帮助台湾防卫 及遏制中共咄咄逼人 行为的必要性 什么玩意啊 你听这句话 说这就怎么叫人话吗 对不对 强化美国采取具体措施 帮助台湾防卫 还是帮台湾防卫 你你美国自己来 你美国上来给中国大陆一个电炮 啊 中国大陆顺时倒地 对不对 再也不敢啊 欺负台湾 你美国就要硬 对不对 你你自己帮助台湾 你给台湾什么 有本身 你美国给台湾F35 你敢吗 对不对 你给F35 大陆这边解放军有仅二十啊 对不对 但是你给点F35嘛 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台湾呢 你美国自己上 拿你那阿里伯克级啊 给台湾 或者说阿里伯克级攻打解放军 问题是你那阿里伯克级神盾舰 在这个 在这个解放军的05 052D面前 那就是个弟弟 那就是个儿子啊 对不对 你那雷达都差着带 都都有代差了 你知道吗 这就是现在最核心 最核心的那个问题啊 你实力不济了 你帮台湾帮什么 对不对 而且呢 你自己还不上 你说来说去就是啊 我帮台湾防卫 是台湾现在F16什么什么 不都是你美国的吗 一大堆你美国经典款的武器 对不对 那台湾使用的 你美国的那些破武器 对不对 那些经典武器 然后的话 拉出来都可以直接拉进 这个博物馆 都是这样的一种级别 对不对 那你美国继续帮 我看你能帮成什么样啊 自己死活都不上 话说的比谁都硬 我们美国不能接受 你美国不能接受 你有个动作呀 对不对 说了说去就这个啊 然后的话 还说什么呢 就是美国和国际社会 必须啊 与我们的台湾朋友啊 坚定的站在一起 应对中共毫无根据的 恐吓世界各地民主社会的企图 你站在一起 你怎么站 常年说这些没用的 大家发现没 这就是现在的美国 想当年的美国 谁跟你废这个话啊 一管洗衣粉 灭掉一个国 打听打听 谁叫萨达姆 哪个又是卡扎菲 还有那个米洛守维奇 对不对 打听打听啊 到最后跟美国 跟美国人顶着来 跟美国人作对 到最后什么结果 结果你看现在 我帮助台湾防卫 我要帮助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应对中共 应对中共 天天都是这种词啊 你中共啊 又恐吓台湾了 你中共又恐 毫无根据的恐吓 世界各地的民主社会了 对不对 有意思 对不对 真的是有意思啊 这就是现在美国的 这就现在的美国 话说的无比的硬 底气在哪呢 对不对 底气在哪呢 这就是最 美国现在最大那个问题啊 刚才最开始跟大家讲 尴尬 尴尬的点在哪呢 然后总而言之吧 这民主党 刚才刚才读的啊 这是民主党的这个态度啊 就是啊 这个关于啊 这个应对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委员会啊 让民主党领袖啊 然后发表的这个意见 是啊 这个委员会主席 约翰啊 这个穆勒纳尔和首席 民主党议员 拉加克里西纳莫提啊 这是他们的联合声明里面 所讲到的一部分内容 总而言之 各位可以从啊 民主党上 民主党的这个态度 能够看得出来 跟中共拼 对不对 跟中共拼 中共是大坏蛋 中共啊 欺负台湾 中共啊 恐吓全世界 你知道吗 这是民主党的态度 共和党的态度 有点不一样 也是这个委员会的啊 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成员啊 来自密苏里州的这个联邦众议员 杜莱恩卢特克麦耶 然后的话告诉记者啊 这个中国政府的做法 其实是预期中的反应啊 但台湾政府啊 应该谨慎的应对 这话你听着都别扭 但是我刚才刚才跟大家讲了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其实啊 都是保台湾 想要借着台湾跟大陆搞事情 可是呢 讲出来的话完全不一样 民主党就是对抗 对不对 但你不管怎么说 人家说了嘛 我要坚定的站在一起 你恐吓台湾了 你恐吓全世界了 对不对 然后这种对抗的这种姿态 民主党做的特别的足 共和党不一样 共和党讲的是 这可以预期啊 这个解放军有军演 可以预期 而且呢 台湾呢 你得小心 对你得谨慎应对 对不对 你看起来这个话 怎么就那么的别扭 为什么跟他讲 他也是啊 他也是啊 这个这个想要借着台湾 跟大陆对抗 为什么 先看完他讲的话 这个卢特克麦耶啊 他说啊 这个所以台湾的所谓的 这个赖清德啊 要非常的小心 他需要非常小心的行动 言论和反应 因为中国大陆政府 中共会很仔细的观察他 这个话很多同学 我相信听起来都会怪怪的 为什么跟大家讲 他讲这个话是对的 对不对 什么意思 他讲这个话 跟台湾岛 现在内部讲的话一样 你不要以为 他讲的话啊 好像是 好像是没有爱台湾 他特别爱台湾 跟台湾讲的话一样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啊 这个解放军 搞军演 很正常 就跟台湾 现在那个 那个那点鸟画一样嘛 对不对 啊 解放军 搞军演 台湾无感 对不对 台湾无感 不一样吗 你搞这个军演 他无感 你搞这个军演 很正常 大家明白吗 可是呢 民主党那边就不行 民主党那边就是对抗 你恐吓了 你吓着我了 对不对 大家没觉得很奇怪吗 很奇怪吗 就是特别的尴尬 民主党共和党 想要干的事情 出心发心都一样 可是表现出来的形式不一样 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先讲 台湾人无感 最开始跟大家讲了 无感就对了 为什么无感就对了 看清楚这些啊 大家就知道他尴尬 对吧 在哪里啊 无感就对了 对不对 我搞军事演习 就是军事演习啊 对不对 我没有说 我现在马上就啊 打台湾岛 都没有啊 我说的就是军事演习 对不对 大陆这边说的就是军事演习 而且呢 这个在哪演习 说的清清楚楚 对不对 演习的地点 清清楚楚 你无感就对了 别有反应 乖一点啊 乖一点 千万别有反应啊 有反应 你会出问题 对不对 然后呢啊 这个无感 无感啊 这回无感 下一回我还来 对不对 下回继续嘛 一点点往前推嘛 什么叫切香肠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事情啊 这不能说一说大陆啊 怎么着就被切香肠了 现在解放军天天切香肠 对不对 赖清德啊 这个说了两句啊 这个无足轻重的话 对不对 在他的就职演讲里边 说点鸟话 你说他有什么事 他都干不了 你说 别说别的吧 就说赖清德 现在台湾的立法院里边 能干什么事啊 对不对 台湾的立法院里边 这个民进党 就是个少数党 现在 然后民众党加国民党 那就是远超啊 远超这个民进党 国民党一家的 这个立委的这个数量 都比这个民进党要多 你说在这个立法院里边 推点什么 我台独的法案 推不出来 为什么呢 起码有一半的反对党 一半多的反对党啊 不让过呀 你就看现在台湾的立法院 打成什么样 对不对 什么事都干不了 想搞台独 想走立法院 想走法律的途径 搞台独 搞不了 只能对不对 说点怪话 说怪话 还是小心翼翼的说 对不对 为什么呢 跟大家聊了吗 啊 说了啊 台湾是什么什么国家 台湾是一个什么 亚洲第一个啊 什么同性婚姻的国家 对 给你玩这种文字游戏 结果呢 回头一看 人家啊 上来这个演讲 第一段就讲了 什么 我遵守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那么我带领什么中华民国 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我怎么怎么样 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跟你讲中华民国 对不对 跟你讲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台湾还是 到底还是啊 这个中华民国 对不对 你到底是要玩台独啊 你还是啊 这个玩这个台湾蓝营的中华民国呀 这个东西啊 特别的有意思啊 就能够感觉得到 赖清德的那个小心翼翼的那股劲 啊 这个小心翼翼的说两句怪话 说完这两句怪话 什么实质性的动作做不了 想要搞实质的实质的台独 我相信大家了解台湾岛的话 都会知道有几个动作 特别实质啊 什么改国旗啊 改国号啊 改国歌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改一个试试 你看你搞台独 你改这些东西试试 改这些东西 这个法律上要过 对不对 假如说 你要成立什么某个新动国 新国家 那还得所谓的这个 要搞公投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些流程 哪样赖清德能走啊 哪样他都走不了 为什么 他就是个少数党 现在 行 行啊 他都搞不了 那怎么办呢 说怪话 说完怪话 那大陆 那就啊 你说怪话是吧 你说怪话是吧 演习不就来了吗 演习来是干嘛的呀 那就是一点点往前推呀 而且之前跟大家讲的很清楚啊 实质的让台湾海峡内海话呀 对不对 台湾海峡 大家一定得知道 黄金水道啊 台湾海峡黄金水道 指的不仅仅是 这个台湾海峡西侧 台湾岛西侧 台湾海峡这边 台湾岛的东侧 它其实也是黄金水道的一部分 啊 今天最新的消息嘛 这个大陆的海警船 然后在台湾岛的东侧 也开始执法嘛 台东那边开始执法了嘛 大家就可以看到 现在解放军什么意思 对不对 那就实质的把台湾海峡 台湾岛四周的黄金水道 这样的一个水域 完全控制下来 要的就是执法权 对不对 这个执法权拿下来之后 你赖庭德继续啊 继续讲怪话 讲完怪话之后 台湾岛啊 那些特别可爱的网友 继续站出来说 武感 武感就对了 继续武感啊 继续武感 说完武感之后呢 解放军继续往前推 一直推到什么样的程度 现在包了这个乌秋啊 东隐啊 对不对 金门马祖啊 这些岛对 都是包 尤其是乌秋岛跟东隐岛啊 这个两三海里 这样啊 这样一直转 对不对 然后一直转 包了 把你包在里边 下一步包澎湖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包蓝宇 这些外岛 给你包起来 然后的话 然后再慢慢的挤压台湾 挤压台湾岛 一直挤 给你包的死死的 对不对 包到最后 什么所谓的领海 什么所谓的领空 对不对 全给你拿过来 你不是无感吗 无感就对了 之前我讲过 统一台湾 没准还有一种 另外一种形式的统一 叫马桶 什么叫马桶 麻木的统一啊 我看不见 对不对 我无感 我看不见 无感就对了 宝贝 继续无感 千万别动 我就喜欢你不动 对不对 那你千万别动 然后我一点 再往前推进 对不对 我来喽 对不对 你无感 你无感 你就跟那个什么事 你就跟那个尊者 尊者那个组织一样 对不对 然后在那唱着歌 站起来唱着歌 我这边掏着小手枪都来了 跟没有那个枪一样 跟没有啊 这个尊者都倒在血泊当中了 跟没发生过这个事一样 唱着歌 谈着急的 继续嘛 对 继续嘛 看了到最后 会怎样啊 对不对 继续说无感 特别好的一个事 那讲完这个无感 再看回 美国的这个众议院的 啊 这两个党的这个议员 对不对 这共和党的议员说了嘛 对不对 然后他 很正常 很正常 赖清泽得小心 用语 对不对 这个言论 行动 你都得小心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然后为什么他会这样去说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他也是啊 想要呢 想要支持台湾 跟大陆对抗 这样的一些人 原因不很简单吗 对不对 不管他这个委员会叫什么名字 你从他讲这个话 其实一样的 你啊 无感就对了 对不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确实弄不过呀 美国也来不了啊 你反应大了 美国来得了吗 你反应大了 能怎么着啊 你反应大了 对不对 你跟解放军发生个冲突 发生个摩擦事实 马上 对不对 马上给你气息咔嚓的 给你来一顿 对不对 那个时候 直接登岛就完事了 对不对 所以说无感 是被迫不得已的那种选择 你从美国的这个议员 这个讲这个话 就可以看得出来 很正常 那民主党 对不对 为什么要讲 对不对 你欺负台湾了 对不对 你恐吓台湾了 你恐吓全世界了 我跟台湾要站在一起了 那民主党 为什么要这样去讲呢 为什么要讲出跟共和党 那么如此冲突的这种话呢 这个初心 发心一样 对不对 都是对抗中国 都是支持台湾 对抗中国大陆 对不对 全是这种发心 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但是 对不对 民主党做出这些姿态 你得有实质的动作 还是那个事情啊 还是得有实质动作 实质动作 什么都没有 难不难受 大家发现 无论是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 没有一个良好的办法 无解 要不然就是假装看不见 无感 很正常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 说点虚的 对抗对抗 你吓死我了 对抗对抗 实质动作 一点都没有 所以说 大家没发现 就你看起来 共和党 民主党 然后说的话 出心一样 说的话有点矛盾 有点尴尬 但是这种尴尬 是如何发生的 归根结底 其实就是两个字 实力 四个字实力不济 实力强的时候 说什么 做什么 说一不二 要你三更死 你绝对活不过五更天 对不对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打听打听 谁叫萨达姆 哪个又 哪个又是卡扎菲 还有那个米洛守维奇 强的时候 跟我美国顶 顶着来 你看看你会有什么报应 弱的时候呢 就这种 就这种事情了 怎么做都不对 为什么呢 谁让你跟强者作对 谁让你跟啊 这个 这个给中国大陆作对 你不开玩笑的吗 尤其是在台湾这 你拿什么 拿什么支持台湾 你拿什么跟中国大陆斗 你的船来一下试试 这就是最核心的问题 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金门炮战的时候 第七舰队 在台湾海峡里边 96年导弹危机的时候 美国的第七舰队 在台湾岛的东侧了 然后呢 环台湾岛军演 第一次 然后美国的这个 航空母舰的编队 第七舰队 在韩国 第二次在日本 对不对 现在呢 美国美国船 你找都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 这次军演 美国人在哪呢 为什么呢 美国为什么越躲越远 越躲越远 实力强的时候 金门炮战的时候 那个美国多强啊 台湾海峡待着呢 这个时候还看不出来吗 看不清楚 自己到底几斤几两 就想要跟中国对着干 这就是美国嘛 你对干对干对干的 对干的就是 把自己对干的 越来越尴尬 逆施而为 跟这个世界的趋势 顶着来 你不倒霉 谁倒霉 你不尴尬 谁尴尬 对不对 然后台湾岛 那现在 台湾不敢 不敢就对了 继续不敢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啊 台湾的股市创新高 我跟各位讲 台湾股市创新高 也是好事啊 真的是好事啊 我必须得说上一句啊 这个台湾的同学啊 这个台湾的 可爱的同学啊 不可爱的同学啊 你可以不听啊 不可爱的同学不听啊 看我的眼神啊 看我的眼神啊 能说的话 这个不可爱的同学啊 看我眼神啊 不听啊 可爱的同学一定得听 大家都知道 我喜欢说可爱的网友 可爱的同学 指的都是哪些啊 但是总而言之吧 就是我现在要对 可爱的网友 可爱的同学讲话了啊 你看到台湾的股市 现在啊 如此的好 对不对 冲 赶紧冲 对吧 汪里说 股市涨成这样 还不进 对 把房子卖了 也得进 你家的房市 台湾的房市 都涨不了那么快 你想股市里边 一天不说涨的多 涨1% 对不对 这是复利啊 两天涨多少 三天涨多少 对不对 赶紧 赶紧进股市啊 对不对 台湾股市 真的太好了 你看看这个 军演 你放在全世界哪 不是 这都是个不好的事 对于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 确确实实会有影响 军演这种事情吗 对不对 啊 这个 这个和平啊 都受影响了啊 稳定都受影响了 股市还能涨 证明什么 证明 对不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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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的这个力度啊 那肯定是挡不住的 对不对 赶紧把房子卖了 也进 进你台湾的股市 绝对保你发大财 可爱的同学 冲 对不对 不可爱的同学 看我眼神 别动啊 别动啊 对不对 你不可爱的同学 懂 懂了吧 啊 别说了啊 然后呢 为什么要冲 为什么刚才跟大家讲啊 台湾的股市啊 涨成这个样子 那就对了 为什么呢 那就是冲嘛 对不对 反正是我 我就是相信啊 台湾 现在 台湾岛内有哪些新产业吗 没有新产业 都在台积电 台积电 美国人都想要 对不对 美国人都要弄到美国去了 然后这个 这个5月9号 5月10号的新闻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人家都说了嘛 台湾的这个台积电 你威胁了美国的经济 对不对 为什么呢 你在台湾岛上嘛 台湾岛不安全 你威胁了美国的经济啊 台积电赶紧搬去美国 对不对 这才是啊 解决啊 解决台湾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途径 台积电搬去美国 好事 台积电发大财 对 事业越做越大 台湾岛 台湾 台湾岛呢 台湾岛的事 台积电好 台积电好就好了 台湾台积电好了 台湾人每一个人都都有荣光 予有荣烟 予有荣烟 对不对 每一个人啊 都都都能够感受到那种光荣 台湾number one 对不对 这就对了嘛 对不对 你说啊 什么 台积电从台湾岛搬走了 不交税了 不在台湾岛交税了 也创造不了消费了 对不对 也不在台湾招人了啊 对不对 台湾的工程师啊 这然后的话 都都都可能要失业 因为你要去美国 你得招美国的工程师吗 对不对 哎呀 这 这个这个这个事情 光荣就行了 台湾number one就行了嘛 台湾的经济会受影响 因为少一个产业 我相信台湾的会好 就会好 台湾的股市涨 就好了 对不对 我就相信台湾这个岛 各个行业都没有一个啊 特别好的一个向上趋势的时候 台湾的股市往上去涨 对不对 我就相信涨的就是对的 怎么了 你跟谁跟我说什么 台湾的哪个行业 哪个行业不好 对不对 台湾没有什么新兴的行业 台湾的这个芯片制造业 都要被美国人弄走 然后呢 跟我说啊 这个对于台湾经济不好 我不信 对不对 我就信台湾的股市 我就相信台湾的股市 谁跟我说啊 台湾的这个出口 百分之三四十 依赖着中国大陆 对不对 得罪中国大陆啊 对于台湾的这个出口 没有影响啊 我就我就相信这个 我就相信台湾的股市 你给我讲什么影响 你给我讲什么百分之三四十的 这个出口的依赖 我就不管 不听 不爱听 就不爱听 然后总而言之吧 然后呢 台湾的股市涨 好事 台湾特别可爱的网友 冲 一定能赚钱 对不对 你愿意 你相信吗 你相信台湾股市永远涨 那特别好 我觉得 你心 对不对 心有多大 然后呢 你就能赚多大的钱 不就可以了吗 特别的违心吗 我相信台湾独立了 台湾就独立了吗 不就可以了吗 千万不要走什么 什么法律的这个途径啊 改国旗改国号改国歌 我愿意相信是哪个就是哪个 对不对 我愿意相信啊 我这个 这个我独立了就是独立了 我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 特别的违心 活在梦中 特别的一个好 对 我相信台湾股市永远涨 它就会永远涨 哼 然后的话 刚才跟大家聊了 还有另外一个新闻 那就是台湾的艺人啊 其实也特别的尴尬呀 这个新闻 就是台湾的艺人表态啊 我是中国人 我想要统一 结果呢 台湾岛内的这包政客啊 有些政客在那说啊 然后的话啊 这个你逼迫台湾的艺人啊 这个被迫表态 怎么现在啊 为什么跟大家讲尴尬 就是说 你真的是啊 其实跟这个美国的这个议员一样 就是你看不清楚这个世界的趋势 对不对 为什么叫看不清楚这个世界的趋势啊 这个台湾的艺人表态 是真是假 是被迫 还是主动 我不知道 为什么呢 你怎么能够 你怎么能够就审核别人的内心呢 你是别人肚子里的回虫 还是怎么着啊 对不对 你怎么能知道 别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怎么能够知道 人家到底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说出这个话 你怎么知道的呢 你怎么知道 他到底哪句话 真 哪句话讲 有些东西可能会说了 比如说五月天 说我是中国人 五月天在台湾岛内 那是台独啊 对不对 他们家就是台独的 他们家是台独的 他自己就不能有别的想法 没准在台湾岛 说的那个台独的话都是假的 来到了大陆 说的话是真的 我怎么知道 我也是猜的呀 那我不能说 他说的某一句话一定是假的吧 我也只能说我猜呀 就像那句话说的那样嘛 论记不论心嘛 对了论心世上无完人 你真的论心 你真的世界上找不着这个好人了 嗯 多少都有点问题 谁没点小心思 谁心里没点小酒酒 谁不会打两下小蒜盘 对不对 论记不论心 人家这个记表现的很好 你猜测别人的心 无计之谈 对不对 台湾的这帮政客 这种表现为什么叫尴尬 首先 如果你说台湾的这帮艺人 说的是假话 被迫的是吧 那你是在给这帮艺人找麻烦是吗 啊 你是在给这帮艺人找麻烦吗 哦 撒谎 公开撒谎 那公开撒谎 未来你说啊 那不说别的 他在大陆的这帮粉丝 怎么看他们 无论是五月天 还是蔡依林 对不对 这一波都表态了 然后的话啊 然后的话 你说他们是撒谎的 你说这帮这帮艺人 他这个粉丝会越来越多 还是越来越少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 你这坑别人兜里的钱 你知道吗 台湾的这帮政客 你说的这 这些鸟话 你说有什么用啊 到最后 你没准 台湾的这帮艺人 就得出来说 我说的是真的 还得跟你顶着来 对不对 到最后 你 你什么 你也挡不住 你什么也拦不住 对不对 就是啊 这个自己 小嘴一礼 对不对 我觉得他是啊 这个是被逼的 被迫的 就是被逼 就是被迫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有有些啊 就算有人说假话 咱们就当这里边人 有人说假话 那有人说真话吗 那说真话的人 这些人怎么办呢 就是为什么 你看清楚这些 这些为什么台湾的艺人 表态现在越来越 越直击 你看看五月天 表的那个态 那简直在演唱会上 就是就是跟 我那歌迷聊天 对不对 然后说我是中国人 我想要吃烤鸭 对不对 我我来北京 我来北京 我最爱吃什么 大家猜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我就我去吃烤鸭 我要吃烤鸭 我在豆汁 我没没尝过呢 跟你聊这些 对不对 表现都特别的一个自然 为什么 这也跟趋势相关 他指望着你台湾岛 他这后半辈子 跟谁赚钱 跟谁赚钱 这帮艺人 每一个艺人都一样 他的这个艺术生涯 都不长 对不对 你一般的一个公务员的一份工作吧 你能干到退休 你能干到60岁 对不对 这帮艺人能干到多少岁啊 当然了 你有刘德华这样的 对不对 你能干到那么六七十岁了 都还干 有这样的 但是大量的艺人 在40岁之后 他的事业必然是啊 处于一个下滑的一个区间 对不对 这个下滑的区间 40岁之后就不赚钱了 人家也得结婚 也得生子 人家也得为了自己的孩子 来来来点产业 对不对 然后呢 人家也得趁着自己事业下滑之前 多赚点钱 啊 指望着台湾人家能赚这个钱吗 不来大陆 啊 然后的话就就就就有钱赚了 对不对 台湾的艺人全都是啊 全都是啊 中中华文化圈的吗 全都是中华民族 这个圈子里边的吗 不是阳王子孙 谁理你啊 说的话 你难不成说的是外语吗 中国人都能够听懂的中国话 说的全是这些啊 对不对 就是因为大家是同文化 同根源 你才有资格在大陆赚钱吗 你不然你去美国赚呢 你让这帮艺人去美国赚 去日本赚 你看日本人给他 给他花多少钱 对不对 你指望着日本的市场去活呀 或者说你有你有出息 你有本事 把台湾的经济做的特别的好 对不对 在台湾赚的钱 那是大陆的十倍 你看这帮人还 还跑到大陆 这个 这个给讲这些话吗 那台湾的市场 可不敢得罪呀 如果台湾 对不对 能够在台湾赚的钱 超过这个大陆的十倍 那台湾这个市场 人家敢得罪吗 对不对 都得老老实实的 哪怕他心里边 认为他是中国人 认为他就 他就认为应该统一 他也不敢说这个话 对不对 有本事你 争口气呀 非得逆势而为 有什么用 对不对 反正这就是在这 叽叽歪 叽叽歪 扭扭捏捏捏 扭扭捏捏 跟你搞出这些事 什么都改变不了 对不对 为什么叫什么都改变不了 你看美国不就知道了吗 今天最开始 跟大家聊这个新闻 你看美国人 美国人能解决什么问题 啊 民主党的议员 表现强硬 没招 强硬的话是能说 具体方案一个都没有 共和党在那劝啊 正常正常 对不对 还是那句话吗 台湾无感 你你假装没这回事 不就行了吧 对不对 正常 大陆军演正常 你忍一忍就过去了 忍呗 忍到最后呢 大陆的军演 随着你这个赖清德啊 说一句硬话 往前 往前推一推 说一句硬话 往前推一推 慢慢来嘛 马桶嘛 麻木的统一嘛 你能改变这个趋势吗 改变不了这个趋势 又想跟这个趋势顶着来 倒霉的会是谁 早点发现这个趋势 早跟上来 对于自己有好处 对不对 这个好处不要 非得 对不对 好 你说是聪明的 还是蠢的 对不对 你以为那帮 那帮特别可爱的网友 跟你讲 台湾无感 台湾股市创新高 你以为这是聪明吗 到底是聪明是蠢呢 自己看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